第十三集 千里走丹旗 看来这个炎梁果然名不虚传 丞下 我看只有一人可与炎梁匹敌 谁 关羽 关羽如果立功 可能会鞠躬投奔刘备 丞下 如果刘备还活着 很可能在袁绍那里 所以 让关羽出阵 同援军作战的话 袁绍一定会怀疑刘备 把他杀了 这个主意好 丞相 你这匹马太瘦了 我送你一匹新马吧 你 走 快过来 快走 赤兔 看来这赤兔和你真是有缘哪 多谢丞相 多谢丞相 官将军 以前我送你很多金钱美女 但你从未表示过感谢 而一匹马 为何就让你如此的高兴呢 这是匹千里马 等我立了战功 报答丞相后 如能打探到兄长的消息 我就能借助此马 早日见到兄长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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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来叫阵 河北的人马真是雄壮啊 在我看来都是些土鸡草狗 哈哈哈哈哈哈 灰盖下那个穿袖袍披金甲的 就是丞梁 这个丞梁把自己弄得那么显眼 分明就是在拍卖自己的脑袋 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哪 官宇不才 愿在万军之中取他的脑袋 献给丞相 阳差 军中无戏言哪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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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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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关羽将军杀敌有功 特封为汉寿亭侯 谢陛下 这 这都是丞相的建议 你也得谢谢丞相 多谢丞相 请丞相 带陛下向关将军授印 炎梁被斩 袁绍大怒 又派文朝率领十万大军攻打曹操 刘备趁机随军前往 打听关羽的下落 停下 袁绍大军已动过黄河 正向严禁必来 来得到快呀 于谦 你帅部分兵马押运梁草自重先行 我去迎记文朝 丞相 为何梁草自重先行 我自有计策 你快去吧 啊 丞相 文朝大军攻过来了 丞相 我们推到白马城 暂避一下吧 把自重留下 推往林中隐蔽 就真的是佩帅的 我要给你 出现了 毕竟是佩帽的 但我们不拍了 一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大家听我说 不要随便动 别跑 别跑 快跑 快跑 啊 啊 给我杀 长相让大家把资重扔下 引入林中 真是高招啊 要不是云长杀了文丑 胜负还很难说呀 云长可是立了大功的 丞相 汝南急剑 黄建军在汝南作乱 曹洪告急 关某愿率兵前往 好 给你五万精兵 刘备 杀死炎梁文丑的是关羽 现在你说该怎么办 民工 曹操是个奸诈小人 他定是为了离间我们的关系 才放出这种谣言 传证人 主公 你们跟我说 杀死炎梁文丑的人 长什么模样 红脸长须 手持大刀 难道天下只有我二弟一人 才是红脸长须 鸣工 你要三思啊 我们以前征讨董卓时 见过关羽 那人绝对是关羽 对 给我推出去 斩了 是 你笑什么 我削民工 为何不让我把关羽召来 为民工效力呢 这可能吗 只要告诉关羽我在这里 他就一定会来 嗯 关羽胜过炎梁文丑十倍 请玄德快点写信 把他召来 是 将军这是抓来的密探 好 退下吧 是 官将军 快快请起 咱们总算又见面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皇叔陷在袁绍处 他让我告知官将军 带上两位夫人立刻过来 将军 云长 官羽已经平定了汝南黄金 特来向嫂嫂请安 云长 可有你哥哥的音讯 哥哥正在袁绍处 我这就去向丞相告辞 太好了 然后一起去找哥哥 太好了 那么我们向丞相辞行吧 嗯 嗯 张辽将军求见 看来丞相已知此事 所以派他来当说客 主公 关于他取义已决吗 是的 没有留他的办法了吗 没有 关于不可能对刘备失去忠心 可是我 也需要这样的忠勇之事啊 嗯 官将军 我想见丞相 丞相病了 谁也不见 嗯 嗯 请向丞相传达 关于三次来请安都不予接见 关于只好不辞而别了 将军 将军 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吗 你们等在这儿 丞相派人来验收使 把信交给他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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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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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一起走吧 不行啊 嗯 嫂嫂小心 来 丞相 官将军出发了 丞相 这家伙太不识台军了 让我率兵把他给抓回来 放肆 嗯 嗯 关于忠贞不二 着实让我佩服 我们要为他送行 是 你们先走 我来断后 以防追袭 是 云长 留步 丞相 我几次去您那儿辞行 但你就是不见 说我只能不辞而别了 云长趣意已决 我怎么会强行挽留 我们相处时日虽短 但是已成之交 你有多次礼工 所以特来相送 旅途漫长 请受用 我的盘缠已经够用了 云长是忠义之事 只怪我福钱无法挽留 快过东了 特意为你赶制了一件锦袍 依表我的心意 好 告辞了 一路保重 好 有时搞不懂丞相在想什么 赏识中心是好事 但这是放虎为山的 放则关羽 正是丞相的过人之处 天下人都会称颂丞相 信守诺言 关将军要去哪里啊 到河北去找我大哥 请将军放行 河北是袁绍地盘 放行需通行文书 我已经向丞相辞别 但匆忙出行 没有通行文书 没有通行文书 就不能过关 等我向丞相请示了再说 许都离得这么远 那会耽搁我的行程 如果非过不可的话 就要留下人质 别欺人太事 我是公事公办 你怎么想 我可不管 是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咱们可逃得过 快走啊 快跑啊 快跑啊 关羽一行来了 关羽可不好惹 快快城门 将军不用担心 请将军把关羽引来 我从后面放箭 等关羽重箭落马以后 我们就能将他生擒活捉 我要是被他一刀斩了呢 那就由我来引他 将军负责放箭 红脸贼 你竟敢杀了孔秀将军 私自闯关 还不下马投降 孔秀不听我解释 这怨不得我 要找死就来吧 你竟敢我 啊 啊 啊 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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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厉害 好厉害 将军 有什么事吗 关羽已经杀了东岭关的孔袖 洛阳的韩服 此刻正朝四水关而来 将军 孔袖韩服被杀 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关羽的能力 他可是斩炎梁朱文筹的名将啊 不能和他来应答 我们总不能缩手在城里啊 眼下也只能这样 我可不想这样 那将军有何两策 把关羽迎进城来 四水关守将便喜 前来恭迎关将军 将军客气了 我只是路过这儿 关将军是斩炎梁朱文筹的名将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你大概已经知道 我不得已杀了孔袖和韩服吧 将军放弃了荣华富贵 去追随刘皇叔 这是忠义之举啊 岂有阻挡之力 如果我见到丞相 一定会帮您解释的 多谢 请将军和二位夫人赞助镇国策 请问将军祖籍何处啊 何同谢量 我是蒲州人士 与将军加紧一和之隔 关将军旅途劳顿 请别说闲话 打扰他了 多谢师父 请不吝点赞助